應該是我的發揮已經碰下來了 是 就是要 就是我不知道大巨蛋能回覆是什麼 所以我也在等 时间为大巨蛋而留 但能不能如周董所愿 在这办演唱会还是未知数 国民党台北市议会党团日前提案 要北市府再次发函询问内政部 就是要确认大巨蛋办非体育赛事 是否适用建筑技术规则 127条 大巨蛋到底能不能办演唱会 现在就是卡在建筑技术规则第127条 也就是观众席要在地平面 以下7公尺以内 但是大巨蛋的球场范围 已经是超过10公尺 因此不符合规定 26号临时大会决议国民党团提案 是否通过 就怕随时会启动表决 国民党团也发布假动 而最终议会达成共识 议会最终通过的一个折衷方案 是采民进党团的提案 就是要变更始造 必须要走法定程序 也说我们议会的决议 其实不会影响到大巨蛋死造第29点 我想我们的案子 今天过了之后 市政府要用最短的时间之内 来去韩市内政部 然后相关的作业 希望以最速箭来办理 提案通过 但也被质疑要韩市内政部 不需要议会提案就能执行 根本是在替蒋事府背书 议会他们各党团都有讨论 所以我想我们尊重 绝大部分议员的意见 即便通过提案 但能不能办演唱会 还是得等远雄完成消防安全避难审查 却把机场民众安全无虞 周董在等的八月 恐怕也有难度 TVBS宣传华正森仲宣台北采访报导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 也许会有很多新闻网坏东西